第42題,李化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六種物質的名稱,如幼圖所示,僅就此六種物質互相比較,最強的還原劑及最強的氧化劑依序為何。 還原劑是要讓人家還原,要把人家的氧給他搶過來,所以他必須是一個活性很大的元素,最會把人家的氧搶過來,他就是最好的還原劑。 那我們看到物質裡面,我們的元素裡面,每代的活性最大,所以每代就是最好的還原劑。 氧化劑是要讓人家氧化,要把氧送給人家,所以他表示他元素最不喜歡氧,最不會跟氧作用,所以變成氧化物之後,最容易把氧送給人家。 所以要找那個活性最小的元素所構成的氧化物,我們看到氧化銅的銅是活性最小的,所以氧化銅裡面最容易把氧送給人家,所以他是最好的氧化劑。 因此第42題問我們說,最強的還原劑及最強的氧化劑依序為何?我們答案選的是氧,每代氧化銅。 而在氧化 Airline Ele罪時所獎組織的爭位? 在氧化錶然後? 我是這樣的基礎講,我們だけ好嗎。